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 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可找着你了 我来找你 没别的事 就是想 来要马 对吗 对对对 想把我那匹早红马给要回来 那匹早红马可是一匹好马呀 那当然 我养的马错不了 那匹马在马舅里 我带你去 就在那儿吧 早红马呢 大少爷 你不会把我的马弄丢了吧 我满家就这匹早红马 散个知情的家当呀 刚才我看见了 没事 别着急 丢不了 行 行 赶快下来 把这马呀 还给雷火 我知道了 林甲 你忙你的去吧 那行 雷火 马交给你了啊 谢谢啊 真要把这马带走啊 那当然 我跑了这么远的路 就是为了要回我这匹早红马 还有 还有那 那什么 什么呀 大少奶奶 这马上大少爷骑了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该给点酬劳啊 我知道 大少爷刚把赵燕银行给抢了 抢了不少 肯定不会在乎多给我点 三根五根金条 我不算少 你十根八根啊 我也不算多 呸 你这不是挑竹杠吗 大少爷是去赵燕银行了 可他那是去烧那些害人的假币去了 你以为八路都是土匪啊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这马啊 你别想拉走了 你不敢 不敢 我不走了 真不走了 好啊 我们这儿正好圈马夫 你就在这儿当马夫吧 待着吧 下 下 哥 你真的要回青岛啊 反正我这个当大哥的 心已经尽到了 无愧于父母 你们两个小丫头 翅膀长硬了 不听我的了 我也管不了了 你们不走 我们一家三口走 你把两个妹妹放在这儿 还真能放心啊 以后再见她们 可就难了 顾学长 鲁家山你来的正好 我要告诉你 我明天就走 回青岛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我不想再看着你欺骗我的妹妹 如果你执意要走的话 我不拦着你 但我希望 在你走之前 能不能给我去一趟北海银行 卢队长 这是怎么回事 北海银行万事俱备 九千一场东方 请吧 古先生 我诚恳地邀请您 担任我们北海银行的顾问专员 督导银行的全部业务 请您考虑是不是留下一年 或者两年 如果一年之后您还想离开 我亲自送您和顾太太走 这银行是说半句半的吗 一群土八路 什么都不懂 就是胆大 哥 这是我们严正伟 你说话注意点 没有关系 顾先生 我们就是因为不懂 才请您教教我们 哥 哥留下来 答应吧 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什么时候 一直想要逃避政治 做一个闲鱼引合 那都是你逃避现实的借口 哥留下来吧 留下来吧 为了你的理想 为了你的责任 留下来 顾先生 筹建银行意义重大 如果您能参与 会有一种成就感 今天 我把这些人员全都带来了 以后就听您 和顾宇盈的领导 人是有了 黄金呢 黄金 什么黄金 银行不只是印钞票 印多少钞票 就要有多少相印的黄金储备 不然的话 岂不是作茧自负 乱套了 您是说 得有一些黄金 当那个底是吧 乱印钞票 跟公本印假钞 恶果是同样的 这叫通货膨胀 就是让老百姓手里的钞票 毛了 贬值了 一旦无法控制 整个经济就垮了 多少 您说多少黄金 没有多还没有少吗 刚开业 至少两万两吧 十天之内 我保证给你两万两 陆家山 等 刚才我和顾先生的保证 你都听见了吧 听到了 十天之内两万两黄金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要人给人 要呛给下 有问题吗 保证完成着我 严政委 可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了 要求我们 在十天之内 必须为北海银行 搞到两万两黄金 十天两万两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没什么不可能的 如将 大宏制小分队 明天出发 咱们就去招眼金矿 去抢黄金去 是 回来啦 来 找个洗脚吧 要不水都凉了 洗什么脚啊 找我有事啊 是啊 那个行不行啊 这明天呢 我要去林中山去执行任务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 我想早点休息 我当然有大事了 给鲁家续香火 不算大事吗 瞧你大晚上一点真心都没有 瞧把你吓的 行了 我是来告诉你 明天我跟你一块去林中山 我去那执行任务 你去那干吗呀 是严正伟同意的 不错 是我同意孟希梅去的 正伟 咱们是去打仗 你怎么会同意一个女人跟他去呢 孟希梅说 他家就在玲珑山下 他对玲珑山的一草一木要比你熟悉 关键的时刻 他会帮上忙的 可是 怎么样 这会你走开信了吧 西梅 咱们是去打仗 真枪真刀地干 你说你女人去哪儿不是添乱吗 谁说女人就不能打仗了 当初你搞暴动挖队伍的时候 不也带着顾玉盈跟郭林还有杜玉高打仗的吗 你以为女人里面就能兴顾的会打仗呀 再说了 我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 八路军就要跟小鬼子打仗 我怎么跟你说什么话都说不通的 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的跟我说过话 你一张口就是歪理 能说得通吗 你跟他兴顾的也这么说话吗 你也别烦 烦也没用 这个是严正伟下的命令 正伟的命令 我坚决服从 严正伟 你说是吧 嗯 队长 咱们怎么这么早就出发呀 没听说过早起的鸟有虫吃吗 严正伟说 孟喜梅要跟咱们一起走 怎么没见他人影啊 队长 你这话说反了吧 应该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你看看 天下 你以为你提前出发就能甩掉我吗 你走 我比你还走 我在这都待了快一个时辰了 我知道你怕我了 可怕也没有用 我就是一块大膏药 这被子算是贴上你了 有什么好笑的 出发 队长 这金矿戒备森严 别说说抢金子罗 就连靠近所难 不用着急 总会有办法的 严正伟不是给了我们制定时间吗 现在才过了一天 同志将军 让所有人撤到从家圈去 是 队长 队长 这林中山的警戒实在太严了 就像铁板一块 咱们没有地方下手了 实在不行 咱们硬听吧 那可不行 你没看到这金矿上有七座炮楼吗 每座炮楼上都有机箱 还没等着靠近呢 就被打成筛子了 来 尝一块 来 严家 其实你的面挺好的 看上我这么个好媳妇 这关键时候啊 还得靠我帮你们 那你告诉我 你怎么帮我 没这金刚钻 我能懒着四季活吗 走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原家 到了 你帮我泡板间 就找这么一个地方 就有这个背弃的行动吗 你抓起啥呀 进去不就知道了 走 走 好 这可是我们孟家几代人 攒上来的家底 足够两万两金子 这两万两黄金放在这 也不怕丢了 有人守着呢 知道这上面谁守着吗 我祖太爷 太爷 爷爷奶奶 还有我爹我娘 他们都在这上面守着呢 行为 这可是你们家几代人的喜爱 这金子不能拿 原家 你可别推辞 就全当我捐个根据地了 要是咱爹还活着 他一定会也这样做 再说了 现在小鬼子站着金矿 说不定每一天就会发现这 还是赶紧搬走好 许美 你也得打工 我相信 当打跑了小鬼子 组织长一定会补偿你的 我用不着组织补偿我 我已经加入组织了 人都是组织的 就别说这些金子了 组织上不欠我的 但你得领情 你得还 严正伟不是跟你下死命令了吗 你要是带不走这些金子 你咋个交代 还有脸回去吗 往后 你要再的媳妇没良心 我天都不会答应 知道吗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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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以前可救了我的命 大黄 咱们赶紧把人叫来 今天晚上你把金子运出去吧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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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惊醒了点啊 传作说了 谁能抓着那几个私自淘金的 就赏给谁金条 死的一根活的两根啊 好 好 小伯长 咱们走了一天了 连个人影也没看见啊 放心 团作和宫本太军 已经下令封山了 这就叫瓮中捉鳖 一个也跑不了 走 那边 一条狗 你开什么枪 吓我这一条 那边 这小鬼子疯上了 看来我们得另外想办法把金子运出去了 宫本太冲 你 宫本太冲 郭三母将 辛苦了 那几个资历财经的已经捉到了吗 捉到了 一共五个人 我们捉到了三个 其中一个因为逃跑而被击毙了 好 不够了 三母将 果然无路行命 这座金康有了个三母将 宝财 呼求不太平 阁下过奖了 这是我的分内之事 可惜 过三母将 还有两个人没有抓到 我会尽力 那就有了过三母将了 是 参谋长 这通门也太困烂了 我就抓几个毛贼 才让您亲自筹码 参谋长 要不您回去歇着吧 这点事 我们几个来就行了 那狗怎么钻洞里去了 那里边有人 那是条野狗吧 说不定狗窝在里边呢 只要你脖子上架的是人头 你就应该看到 狗窝上有链 走 过去看看 是 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来 我看你脖子上架的是人头 我看你脖子上架的是人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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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梁牧長 這上面就是孟家的祖墳了 孟家祖背流傳下來的精神 原來不是傳說 是真的 李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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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兄弟們回去 帶香子帶馬 回來把這些精神全部運回去 是 快點 這次行動絕對要保密 如果成功了 我會虧待你們 可要是失敗了 別管我的子彈不認人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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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 到 我們一共有多少匹馬 三人一匹 每匹馬的最大負重多少 大概二三百斤吧 夠了 盡快地把這些馬呢集中起來 把精神運出去 也耽搁一天多一份危險 是 小子 你帶兄弟們 把東西收著 千萬不敢有任何差錯 是 打氣 嘗 看不到 槍子來了 快 把精神都給我放到箱子裡 看什麼看 看什麼看 看怎么办 我已经一路给我拔顿 金子运回照位以后 每个人找你的三个地条 让你们看得够 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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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够够 住后 快 打 打 外面出事了 走 出去看看去 好 过来 怎么回事 报告参部长 刚才看见一帕路 帕路 一开枪他们跑了 混蛋 谁让你们开的枪 参部长 对不对 金子要紧 现在没时间管这么多了 所有团队家团卷队 都不够够够 下来 下来的小马 运回照位去 快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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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小心点 前面的墻山是怎么回事 这箱子里 转的是什么 去哪 这个金洞是被我偶然发现的 连着孟家的祖坟 想必就是传说中的孟家金库 里面差不多藏了两万两黄金 大北几次来定 随次尽管向本国运送黄金 我怎么讲 真是学中送他了 是吧 才刚打跑了一个准备抢劫金子的共党分子 我正准备把这批金子给阁下送过去 表示一点 我对黄金忠诚吧 没想到阁下这就到了 这真是太强了 我怎么讲不仅中场可靠 而且不时时无 放心 我一定会想大队人报告你的工具 唯一先进家长 只有切斜金子 很小的 大队人 很小的 如果我帮我带来带到这木 帮我带来带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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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走 站 大道爷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出啥事了 来 我刚才啊 出东口 看见宫本 肉马铺了好多的箱子 都是银子 好像从你们家老鸡都运出来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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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本 你那箱子里装的啥东西啊 是金字堡 你从哪里来的 当然是从山里挖出来的 从哪座山里挖出来的 哎 跟宫本阁下说话 别瞪眼 你给我滚一边去 当着宫本阁下的面 你还敢跟我耍横 嗯 哎 孟三 孟三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金字是从你家租房地下 找到的 那就是我家的 那是我们家祖贝 几代记载下来的家点 公本 你不能抢去了 你得还给我 嗯 孟三 我要死你 就不会常人切些金字是你们家的 现在是战杖 一切都要服从战杖的需要 环中已经下过尽力 为了祈愿大敦亚神仗 所有人不准私自开采环境 所有人手中的环境 都要兑换 不允许私人常有环境 孟三 你如果坚持认为 这些环境是你们家的 那你就 违反金令 市场一辆环境 就要被抢币 却市场两万辆环境 改墙壁多少次 公本 你这是强盗的说法 放肆 孟中和 我年纪你 当年有我和谷 一向对你很客气 那你当朋友 但你不要独存进去 否则 我会让你去陪伴你父亲 公本阁下不杀你 这是开天大的恩 就你 还惦记那些金子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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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哎 你要干嘛去啊 干什么去 让公本夺金子去啊 胡闹 跟你说 冷静点 我能冷静得了吗 我丢的是孟家几代人的家产 公本不会把金子 运到军况去的 他一定会想办法 运到日本 只要他有所行动 我一定会有办法 小心我 我一定会帮你 把金子夺回来 大本営極秘報告 中国三刀省 杰宜云进行 大日本帝国製の掘削機 は素晴らしい 最近の速度を大幅に上げ ここ数ヶ月で1500キロの金を採掘 さらに廃坑からは地元民の残した1000キロの金を採掘 合わせてこの2500キロの金を直ちに本国に送る 聖戦を支援 聖戦を採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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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账了两万辆黄金 有什么东西吗 明天下午 郭文账了两万辆黄金 有三辆卡车 将五万辆黄金秘密押送到龙口港 装船运回日本 是什么 五万辆 我们家那两万辆 这不矿上产了三万辆 平了 一定要把这批君子夺回来 贾成 这回你可真得小心 我们用了一个小队的鬼子 和一个中队的围军 来押送这批君子 中华 这个情况实在是重要了 谢谢 我可不是为了你 我是这孟家村的人 我不能也看小鬼子这么折腾 对了 对了 你对喜美好点 我就这么一个妹子 谁要敢欺负了她 我这邓哥的夜内可不如啥了 快点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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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怕,不可怕,不可怕! 不准备 看你啊 郭姑娘 你伤手这么干得掉啊 什么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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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把前面那个机枪点打掉 不知道我野猪野猪没打过人了 他不是人是鬼子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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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这是打仗 不打野猪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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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事 没事 拿着 拿着他 快点 快点 快 korrek 雷 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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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撞 衣沙 再说! 吉祥! 再开! 多人多动!